台中市有一名通緝犯 因为交通违规 被警方拦下盘杀 男子一度乱报身份 企图要蒙骗过关 但眼看躲不过 还传讯息向朋友求助 结果朋友居然回传说 要他能跑先跑 好巧不巧 远景发现这一段文字 让男子当场愣住 哑口无言 只好爆出真实姓名 原来真是一名通緝犯 男子骑机车 卫衣两段是左转违规 远景发现后立刻尾随 按喇叭示意停车盘查 一听远景要他报身份证号码 男子神情紧张 一连报了好几个 但都是错的 男子无法自圆骑车 这是赶紧拿出手机 传讯息问朋友该怎么办 好巧不巧 在出示手机给远景查看时 跳出了朋友传来的四个字 能跑先跑 男子当场愣住 这下朋友帮到忙了 自行出示手机通话记录时 画面留下明跑快跑的 对话记录为警方发现 在等待资源警力到场后 最终配合警方出示正确资料 原来是遭法院判决之通气犯 警方调查 这名37岁的刘姓男子 阴暗被通气 五号晚间 他骑车因为违规被拦查 一时心虚 心想找朋友帮忙 没想到朋友传来 能跑先跑这四个字 被远景看到 揪出他通气犯的身份 当场逮送归案 记者方平文章一致 台中报道